嗯 沙球界外 新度的街滑球 沙球界外 这个大逆转 让陈龙在场边也非常的激动 一度落后了8分在中间 7比15落后 这时候拖一下地 也是平复一下自己的心态 从前面一直的赶分 到现在20比20的平分 对 他也是 王世贤也是考虑一下 我后面的战术 场面的战术 我需要怎么打 嗯 重复放网 不给对方下压的机会 当网接起来 还是重复放网 新度往前跟着也很紧 还通过底线的扣纱 只有 犯语 犯语 好球 揭發球非常果斷 二十一平 兩個人要打成二十一平 揭發球擋對角 半場球攔掉 在過度往中路打 打得快了 耐心跳起來 踢掉 但是形成多拍 搓得到往前球 現在深度的兩個底線 二十二平 二十一 王世賢把比分反抄 他現在由於打到這個時候呢 心度 他的體能也受到了限制 缺少進攻之後 跟王世賢打多拍 王世賢顯得特別有信心 而且王世賢 我也不著急攻 我還是在繼續拉掉 繼續調動你 因為王世賢個子小 所以這種多拍的時候 心度的消耗肯定比王世賢還大 他的轉體啊 再啟動啊 特別是高轉低 低 低轉高的這種 消耗肯很多 心度認為我 想要得到最後的一分兩分 太難了 太難了 王世賢還是保持自己的 這種平穩的心態 有時候在體育比賽的這個賽場上 很多時候能夠 反映出很多成語 其實特別形象地反映出來 什麼叫強弩之墨 對 所以當然不是說有什麼貶意 但是他就是 表明了他的這個 整個競技狀態的變化 是的 機會 這是心度的機會 讓王世賢把他救起來 球救了 心度最後一個半場球 也被王世賢給擋起來了 最後在 7比15曾經落後8分的情況下 而且打到13比18 王世賢大逆短 第二局比賽 反戴為勝 戰勝了心度 現在他也是2比0 戰勝了心度 為中國隊在這場團體賽當中 拿下第二分 這場比賽是第二局 23比21 現在中國隊呢 現在已經在和印度的這場 半決賽當中 團體賽是2比0領先 稍後我們來看兩隊 第一雙打的較量 另外王世賢在退場之後 也會接受記者的採訪 敬 z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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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ap… ichu待死 oof çık就很棒 撒就很棒 加油 感谢观看